下面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八章 游标 那么游标呢在敲车数据部的时候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它使用相对联合 容易理解和敲作 那么我们看一下本书我们需要学习哪几个文明 什么是游标 显示游标和演示游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游标 游标呢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变动的光标 它实际上是一个指针 它在一段Oracle存放数据查询结果集 或数据操作结果的内存当中 这个指针可以指向结果集中的任意一条记录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它所指向的数据了 但初始时它指向首记录 这种模型在很多编程语言中很像数据的操作 那么读者呢可以简单的理解游标为指向结果集记录的指针 利用游标可以返回它当前指向的行记录 当然了这里面它只能返回一行记录 那么如果要返回多行记录 那么需要不断的混动游标 把你想要的数据查询一遍就可以了 用户可以操作游标所在行的位置 例如把返回记录作为另一个查询的一个条件都可以 那么看一下游标的种类 在Oracle当中的游标分为静态游标和RF游标两类 其中呢静态游标呢就像是一个数据快照 打开游标之后结果集 就是对我们数据库数据的相当于的是一个拷贝 那么数据不随着对表执行DM而操作后而改变 从这个特性来说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静态游标 那么还有RF呢在我们本章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静态游标呢它又分为了两类 一个是显示游标一个是演示游标 那么显示游标呢是指在使用之前 必须有着明确的游标声明和定义 这样的游标定义会关联数据查询语券 通常会返回一行或多行 打开游标之后用户可以利用游标的位置 对结果集进行检索 使之返回单一的行记录 这个记录用户可以敲击 分比游标之后呢 就不能再对结果集进行任何的敲击 那么显示游标就需要我们用户自己写代码来完成 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来控制 这样呢我们把它叫做显示游标 那么显示游标呢 与我们显示游标就不同了 它可以被PRCircle自动的管理 被称之为Circle游标 那么由Oracle自动管理 该游标呢用户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我们能得到它的属性信息 接着我们向下看显示游标 首先既然我们要学习显示游标 显示游标是由我们自己来创建的 那么就需要我们如何来创建它 创建游标的语法呢 首先呢是一个Cursor 然后游标的名字 下面呢是参数的名字 在Ease后面可以是这个Stack的语卷 这个语法呢说明了Cursor 它顺便一个游标 后面是游标的名字 下面是参数名称 DedType是表示这个参数的类型 这个类型呢 就是我们数据图当中的这些数据类型 下面呢是和我们这个游标关联的希拉克语卷 但是这个语卷呢不能是 希拉克什么什么intu这个语卷是不能够使用的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游标的使用步骤 显示游标的使用顺序可以明确的分成 声明游标 打开游标 读取数据和关闭游标 这样几个步骤 那么声明游标呢 主要用来给游标命名 并且使得游标关联一个查询 让我们定义一下 那么首先呢 Declire 然后游标的名称 之后呢 is slash什么东西 直接查询语卷 这就是声明一个游标 然后打开一个游标 用的是 open 后面加上游标的名称就可以了 那么游标中 任何对数据的操作 都是建立在游标被打开的前一下的 那么打开游标就相当于初始化的游标指振 游标一旦被打开 它结果集都是静开 就是说结果集 此时呢 不会反映出数据库中对数据的征判改查了 打开游标之后呢 你就可以读取这个数据了 那么读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用利用的是 fetch这个游标来完成的 它可以把游标指向位置的记录 放在pr circle声明的变量当中 它只能取出指针当前的行记录 正常情况下 fetch要和我们循环一起来使用 这样指针呢 会不断的前进 直到某个条件不符合要求而退出 那么使用fetch时 游标属性 百分号roll count会不断的累加的 那么fetch它怎么来用呢 fetch 然后是游标的名称 印度 后面是你的记录名 好 那你随便来写啊 另外一个名称吧 在读取完数据之后 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关闭这个游标 关闭游标呢 就是释放支援 结果集当中的数据将不能做任何的操作了 啊 close 游标的名称就可以了 那么突破这样四步 这个游标使用的一个过程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 游标当中呢 其实除了 使用fetch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loop这个语句来完成 loop就是通常显示游标取的数据 不会只有一条 而是有多条记录 这样就需要一个便利结果集的方式 那么loop相当于我们学习的这个循环 那它是如何来便利这个结果集的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打开一个游标之后呢 我们在fetch2前面加上一个loop 然后呢 最后加上一个underloop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循环的来插上我们数据库当中 游标里面的记录了 这就是loop一句 接着呢 是这个 book client和for一句 那么游标当中呢 我们通常会使用fetch into这个语句来提取数据 那么这种方式我们前面说了 都提取单条数据的 那么也可以使用loop这语句 跟它们联合使用 那么如果大家使用的是fetch 不collect into这个语句呢 它就可以读取大量的数据 批量读取数据 那么大数据量的情况下 它的执行效率会比单条提取数据效率还要高一些 那它怎么用呢 那么它也是用在一个loop里面 然后呢在fetch的时候 你就写一下吧 这样来写吧 比如说把这个fetch into改成 加上这样一句话 loop client 然后呢在前面加上这个循环loop 然后在fetch之后 我们加上一个暗的loop 就行了 在这里面可以用follow一句 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就完成了游标的一个操作了 最后把游标关闭了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语句 curse for loop 那么游标有很多机会呢 都是迭代结果集的 prsicle中的这个过程 可以使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实现 curse for loop 不需要特别的声明变量 它可以提出行对象类型的数据 那么就是说 它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在前面用一个follow 然后再用这个roof这个语句 也就是说 在我们游标开始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follow follow一句 然后用路透 下面再开始循环查找这些数据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更加容易的一种方式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显示游标的属性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页 显示游标的属性呢 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百分号is open 它呢就用于判断我们这个游标是否是打开的 如果已经打开 那么就将返回处 如果游标没有打开 那么它就将返回false 还有一个百分号 fund 那么就是可以检测这行数的数据是否有效 如果有效 那么就返回true 否则返回false 还有not found 那么正好与我们前面这个fund相反的 如果没有提取出数据 那么返回应该是true 否则呢返回的是false 这又是roll count roll count呢 是累积到当前为止 使用我们fetch 提取数据的行数 就可以通过这个属性来得到 那么要想获取游标当中的每一个属性 首先第一点就是打开游标 所以呢我们 在游标关闭状态下 操作数据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游标之前 最好先要判断一下 这个游标是否已经打开了 所以就可以使用if open这个属性来进行判断 如果它没有打开的话 我们就把游标打开 如果已经打开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使用fetch into来读取数据了 这就是百分号放的 百分号放的怎么来用呢 就说当我们查找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已经找到这个数据了 我们就把它输出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退出 就显示出没有数据可以提取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百分号roll count 那么这个属性也是比较常用的 用它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前已经返过了多少行数据了 就是说我们在循环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读到的第几条数据 我们都可以通过roll count的这个属性来读取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显示游标的属性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带参数的游标 在使用显示游标的时候呢 是可以指定参数的 指定的参数呢 包括参数的顺序和参数的类型 参数可以传递给游标在查询中使用 这样呢 就会方便我们用户根据不同的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也方便了游标在存储过程当中的一个使用 怎么声明带参数的游标呢 那就是说我们在定义之前 可以为游标定义几个参数 然后呢在我们定义游标的时候呢 除了定义名字 后面也可以定义参数 我们可以试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在声明游标 然后呢它的一个名字 然后在这个括号里面 我们可以定义参数 用一个ID是比如说的 试试的 这样通过这两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来操作这个游标也可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游标当中 我们可以来定义参数的一个方法 接着呢我们来往下继续学习 显示游标 那么显示游标 显示游标呢 是有所差别的 它虽然没有显示游标一样的可操作性 但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显示游标 它有哪些特点 那么每当运行 slick语券或者是dml语券的时候呢 pr-circule会打开一个显示的游标 显示游标不受用户的控制 这一点和显示游标有明显的不同 那么它有这样几个不同之处 第一个就是 显示游标 它必须由pr-circule自动来控制 那么显示游标的默认名称是circule slick和dml操作产生演示游标 第四个就是 演示游标的属性值始终是 最新执行的circule语症 那么这些呢 就是演示游标的一个特点 还有呢 就是游标中使用异常处理 使用游标的时候呢 某些情况下得到的数据超出控制范围 如果不加处理 就会出现脚本执行中断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脚本开发者通常会使用异常处理的方式来维护脚本的一个稳定性 那么在这个里面做异常处理呢 我们可以用exception 表示一个异常处理 你就站进程序里面 能够出现异常的地方呢 我们加上一个inception 然后当出现这个异常的时候 我们就会答应出一些信息 比如数据没有找到 或没有 或数据过多 那么都是一些异常 都可以答应出来 比如说没有数据 数据过多 都可以找到它 那么大家呢 可以参考我们书上的这个示例时 在游标当中 我们会来使用异常处理 那么演示游标呢 跟显示游标一样 也有这样几个具体的属性 一个呢 就是代分号isopen 那么它这个属性呢 永远都将返回是一个false 都是假 它呢 是由Oracle自己来控制的 那就是代分号放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可以返回的是DML 反映的是DML操作 是否影响到了这个数据 当DML操作呢 对数据有影响的时候 然后这个属性就为处 否则的话 就为false 那么它呢 也可以反映出 select into语句是否返回了数据 那么当有数据返回时 那么这个属性就为处 再就是百分号not found的这个属性 它与我们百分号found的这个属性 正好相反 那么当DML操作没有影响数据 以及select into 没有返回数据时 这个属性就为处 其他的时候呢 就为false 那么百分号roll count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可以反映出的是 DML操作对数据影响的数量 比如说 影视优标当中呢 百分号isopen这个属性 和显示优标中使用该属性的不同 那么显示优标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的属性永远都是假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百分号isopen属性返回false的这个特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 比如在bdn的里面 我们可以写delete from 我们产品信息表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写 如果circule百分号isopen 那么邮标打开 否则游标未打开 那么这个结果始终都是游标未打开 那么就说明 当我们执行完操作之后呢 它是由open自动 是由oracle自动把它关闭掉了 我们把这个程度可以写一下 可以写什么呢 declare这个程度端里面 degin 然后呢我们执行一条记录 delete from 你表中的全部记录 之后呢我们来判断if circule百分号 因为我们也是游标呢 就叫做circule 列子open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信息输出了 比如说游标未打开 输出的时候呢 用的是dms 下滑线 然后呢 没有打开 关闭吧 然后呢 iOS 再输出一个已经 第一个是输出打开 open 下种情况下呢 我们输出一个没有打开 之后把它关闭掉 我们就结束了这个 程序 我们在始终都会显示的 是 目标未打开 那么还有呢 这个百分号放的 这个属性 在insert update delete 执行对数据有影响时 那么它都会返回的是处 而其输出 只要有数据返回 这个属性就为处 那么大家呢 可以自己试一试 当它 当你执行了一个 其输出这个语句的时候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与显示优标不同的是 在我们引试优标当中 这个属性 它反映了DMR操作影响的数据和数量 而下个into呢 也就是如果发生 to many rows 这个异常 那么这个属性 依然是1 而不是符合 要求的记录数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另外呢 在影视游标当中呢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百分号roll count 来看一下影响的行数 是多少条 那么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百分号roll count的这个属性 和事物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事物回滚 它的值也不会变成上次操作的值 这可以乘第20行的输出结果 看出来 这就是说 我们这个事例的13 第20行这个结果 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么在我们本章当中呢 还有一些关于游标的案例 希望读者呢 自己可以动手的 把这个案例做一下 因为游标呢 使用了在我们Oracle程度当中呢 是经常会用到的 那么在以后工作里面 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希望大家可以熟练的把它掌握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内容 那么游标 是提取Oracle数据的重要手段 它可以把符合要求的数据 检守出来 并成熟的缓冲区当中 那么利用循环语求 我们就可以便利游标 并获取记录 那么开发人员 可以对每条记录进行操作 还有呢 我们还讲了 这个游标有四个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这四个属性 到游标里面去 可以找到一些执行的信息 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呢 进行流程的控制 还有我们也讲解了 游标当中 也允许进行异常的处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全体内容 我可以找到一条线的处理 我可以找到一条线的处理 我可以找到一条线的处理